川普的很多言论都收到批评 但是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 川普有很多言论在媒体引起争议的时候 共和党内部却没有对川普有批评的声音 这就是现在主流媒体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说川普最近引起了这么多有争议的话题 包括我们刚讲的对康明斯的批评 对四位美国国会女性少数族裔众议员的批评 这些话题都在媒体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很多人对川普有强烈的批评 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 对川普有批评 那么有媒体认为川普跟共和党 现在就2020的总统大选 打出了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种族的话题 因为今天种族话题在美国有很多讨论 那么这种讨论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种族话题可以令到川普凝聚他的基本力量 那么共和党人到底因为什么 不对川普的某些言论进行批评呢 纽约时报是这么理解的 纽约时报说 川普很多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论 但是我们看不到共和党的国会议员 对川普有猛烈的批评 这是因为川普爱打电话 纽约时报这个结论是说 川普经常闲来无事 就跟这些国会议员们通电话 无论是众议员还是参议员 那么闲拉家常 讲一些自己的政策 解释一下自己的言论 那么这些国会议员 在接到川普的电话之后 受宠若惊 所以他们对川普感恩戴德 认为作为一个总统 能够打电话给一个议员 真是令这些议员太过荣耀了 所以他们就不批评川普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美国媒体 在评价一个事情的时候 对公众的误导 大家想想看 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作为国会议员的职能是什么呢 就是监督政府的运作 并且为美利坚合众国立法 国会议员跟川普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个监督跟被监督的关系 包括共和党的议员也是一样 那么当总统打电话 给一个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应该感到荣耀吗 应该感到感恩戴德吗 当然不会 如果这样的话 美国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了 美国的三权分立 是从美国立国之初 就保留到现在的 所以每一个国会议员 都非常清楚 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至于川普打个电话来 闲拉家常可以拉近大家的关系 但是讲到政治议题 讲到对政府的监督 任何一个国会议员 如果因为总统的电话 而放弃了对政府的监督的话 那么下一届议员 恐怕他就不会选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到 美国一些主流媒体的新闻的时候 看到他们的结论 往往我们要动脑筋思考一下 他想说什么 他想引导大家往哪个方向去看 纽约时报也好 CNA也好 还是NBC也好 这些媒体经常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刚刚休息跟大家讲的 作为一个新闻主播 在讲到川普批评巴尔蒂摩的时候 为什么要哽咽流泪 告诉大家说 巴尔蒂摩是个如何伟大的城市 我对它如何有感情 我就来自那里 那么所以川普批评这个神圣的城市 令我觉得非常伤心 如果一个城市有负面的形象 有负面的事件都不能批评的话 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民主社会吗 这个社会还存在有言论自由吗 好 看完美国国内的新闻 我们来看看美中关系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礼拜 美中双方就贸易问题正在进行谈判 这次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 是自从美中爆发贸易战以来 我们看到最冷淡的一次谈判 这次谈判的基础 是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日本的大阪见面之后 双方确定重启贸易谈判 那么川普在大阪回来之后 向公众 向媒体讲过 他说在大阪的时候 我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得很好 中国答应采购我们的农产品 并且是大量采购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中国有落实这方面的承诺 所以这令我非常失望 当时中美双方重启谈判的具体的日程 还没有确定 川普就已经讲出这样的话 大家还对这次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 能够抱与什么希望吗 这次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 只进行了一天 那么虽然谈判的角色没有变 一方是中国副总理刘鹤 另外一方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还有这个财长姆辛 谈完之后 双方都是用非常虚的词来形容这次谈判 什么务实 有建设性 坦诚等等 但是可见这次谈判 双方根本就没有成果 那么其实这次谈判没有成果 不但川普连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也讲过 并不对这次谈判 能够达成协议 抱任何希望 在这次谈判之前 双方有一个争论的焦点 就是中国有没有向美国大批量采购农产品 在川普的嘴里边 中国答应了 但是并没有做 但是中国的官方新闻说 几百万吨的美国大豆正在晕往中国 那么意思说 中国已经落实了它的承诺 但是无论是买大豆也好 买农产品也好 都不能够令中美双方在贸易谈判当中 解决根本的问题 美方是希望这次谈判 能够回到过去的基础上 就是中方所承诺的一切 包括内部的结构改革 对美国企业投资的领域开放等等 还有对一些相关的贸易问题的立法 这些承诺都要保持在贸易框架协议里边 但是中国认为 如果美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必须做让步 做修改 这个让步跟修改有可能实现吗 我们来看看最近美国总统川普 命令美国的贸易代表 向世贸组织进行了交涉 我们就知道 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 今后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最近川普签了一个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的内容 是要求美国的贸易代表向世贸提出要求 提出什么要求呢 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待遇 我们知道现在世贸现行机制里边 所有的成员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叫发展中国家 一部分叫发达国家 什么叫发达国家 比如说七大工业国就算发达国家 德国 法国 英国 美国 日本等等 这些国家算发达国家 其他的就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 就是中国 印度 新加坡 墨西哥 等等这些国家都算是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现行的体系当中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发展中国家是享有很多优惠待遇的 比如说有些这个标准 发展中国家会设得比较低 那么进入世贸的门槛也比较低 当然这里边有个前提 凡是通过低门槛进入世贸的发展中国家 都要承诺在一段时间之后 要把他们的一些条件提高 那么中国加入世贸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当初对世贸的一些承诺 在很多发达国家看来 中国并没有做到 那么中国有自己的理由 我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呢 虽然我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平均到每一个国民的平均生产种子 跟发达国家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但是在美国看来 你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 你在国际的贸易量占的比例已经非常重了 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呢 所以这次川普就要求 WTO要对这个现行的一些政策进行改革 WTO有可能改革吗 WTO现行的机制是这样的 如果要对WTO现行的机制 某一些条款进行改革的话 必须所有成员国同意 现在世贸组织有一百多个成员国 那么大家想想看 要一百多个成员国 大家都统一意见 同意修改某些条例 这种可能性会存在吗 当然不存在 那么川普在他的备忘录里面 除了中国之外 还点到其他一些国家 川普说 现在全世界十大经济体当中 有七个是属于发展中国家 那么这明显对发达国家产生了不公平 那么所以如果WTO在90天之内 再不进行改革的话 美国将会采取行动 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我们知道川普在很多媒体的描述里面 他是一个特别喜欢退出多边条约的人 川普曾经也讲过 如果WTO再不改革的话 美国将会退出这个世贸组织 美国如果退出世贸组织的话 修杰克人认为 恐怕要比美国退出北美自贸协定 或者退出其他的一些多边组织 对国际经济影响的力度更加大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 川普是一个很难捉摸的人 但是在世贸组织条款这个问题上 川普似乎一次比一次强硬 不过川普在这个时间点 提出了对世贸的改革 其实也是应对了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 也就是说 如果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不顺利的话 川普对世贸体系改革的态度 很可能会更强硬 大家通常说 川普的很多政策令人难以捉摸 其实你认真看看川普的很多政策 都是一套组合拳 所谓的组合拳 就是除了一招之外 还有另外好几招在后边准备着 那么现在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 最新的一次结束了 这次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 下次什么时候谈 还是个未知数 接下来美中之间在贸易问题上 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冲突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到两岸关系上 在这个礼拜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基金会发出了通知 全面暂停中国47个城市 赴台湾的个人自由行 我们知道两岸旅游 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两岸旅游体现什么呢 体现大陆在经贸方面对台湾的支持 我们知道更多的大陆人到台湾旅游 会带动台湾的旅游业 也会间接的让台湾整个经济局面有所改善 那么这是两岸关系当中的一个重点 现在中方宣布 全部暂停中国47个城市赴台湾的个人行 那么对中国大陆民众到台湾旅游 必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也就是说未来中国大陆民众到台湾旅游的人数 将会大大下降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呢 当然就是为了2020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 我们知道2020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已经越来越近了 那么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候选人已经确定了 但是还有第三方势力还没有确定 就是柯文哲到底会不会选还没有确定 那么如果柯文哲选的话 那么会对两党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各有各不同的看法 一句话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两岸关系也会因为台湾2020的总统选举 带来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次中国大陆出招 暂停了大陆居民到台湾的个人行 那么肯定会对台湾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 这无非也是给台湾的各个政治势力提个醒 就是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话 台湾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 恐怕会陷入一个十分负面的变化 那么从而也影响了台湾 2020总统大选民众投票的意愿 那么就是到底要两岸和平 还是要两岸对立 那么当然最近还有一个很热的话题 就是蔡英文出访的时候 她的随护走私香烟的问题 讲到这个问题 修杰这样看 如果说蔡英文知道走私香烟 一个总统要靠走私香烟获取利益的话 我想你不相信我也不相信 但是作为一个政府里边 在公务人员当中有一些不翘之徒 利用职权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么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说这个案件会对蔡英文2020的选情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修杰个人认为恐怕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么2020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以现在的政治形势 以现在的候选人的民调 到底谁能够获得2020总统大选的胜利呢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台湾岛内现在因为大选所发生的新闻 以及大选未来的走向 我们休息一下回头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